双喜临门 耐克官宣总部新大楼命名为勒布朗·詹姆斯 惊吓的胡人队进行了大换血 在经历了上赛季由詹姆斯丹河带队最终没有挺进季后赛 所以打算在休赛期重整旗鼓 争取在詹姆斯职业生涯末再赢赢一贯 所以经历了两个月的重磅交易后 胡人队迎来了重大的改变 组建了双巨头的实力阵容 并且还引援了众多汉将的助攻 成为了下赛季夺冠的热门球队 不过近日詹姆斯又迎来两大好消息 可谓是双喜临门 首先詹姆斯的第一席就是耐克正式宣布 将其全球总部扩建的最新建筑命名为詹姆斯 这可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可以说詹姆斯的影响力可真是相当的强悍 在目前联盟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据悉 此次伊勒布朗·詹姆斯命名的大楼 是耐克在全球的第六个大楼 这个项目在15年的年初开始启动 所以这对于詹姆斯来说是一种荣誉 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